他是上海试博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 他是中国当代校园规划掌门人 他75岁仍奔波于世界各地竞标奖学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何敬堂 我现在是在华南理工大学的校门口 何敬堂院士的工作室呢就在学校里面 我们一起去拜访他 何敬堂院士你好 你好 欢迎欢迎 因为现在是正在忙工作是吗 忙一个工程 你看这个地方的最终呢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做的中国馆 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馆 当时这个是高度大概70米 这里是140米 下面是整个两个周周墙这么大 这个地方他是架空33米 船跳出来49米 这个馆很大气 那世博中国馆的这个形象您是怎么想到的呢 最开始灵感是来自哪儿呢 这是我们首先一个定位 这是中国特色时代精神 我们下山周以来很多出头文物 它这种形态 顶关的造型 表现这种顶性时期嘛 这个也受到启发 那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应该是07年4月25号开始 投标 全世界都会参加 化验都会参加 第一轮呢 他是从344个 选8个出来 那是规定的 开始的时候 因为太多了 选的时候没有 一本本翻得很细 选到不到50 我们就没份了 已经投胎了 后来有一个院士 他第二天去来 第一天没到 他翻到我们的本子 他也没参加第一天了 所以他也不能说什么 他觉得这个不错 没评价 后来他不放心 又找了几个院士一起看 这个他们细看 觉得很好 拿出来重艺 把我们的一个重艺 这个好像一重艺 这个前半年还存票通过 您对这个建筑 现在最满意的地方在哪儿呢 这个建筑最满意的这一条 第一条 我的 现在不管谁看 都是中国了 包括中国人看 是中国了 外国人看 有时候就是中国了 但是每个人想象 中国过来过来的想法 很好 把博大精神无止 2000年 5000年的办法历史 56民族的想法都有了 还有的 我觉得现在中国 最大的优点 不管谁进现场看了 图子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都能让他们感到一种自豪 中国人自豪自信 何敬堂告诉我们 建筑是没有绝对标准的 在中国馆投标前 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他今天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细数何敬堂的人生故事 还要从头说起 1938年 何敬堂出生在广东东莞 自小就偏爱美术和数理化 而进入华南理工大学学建筑 然而何敬堂在上世纪60年代 研究生毕业没多久 就被派到农村务工一年 后来又到一家工厂当工人 直到1983年 何敬堂45岁的时候 才回到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建筑学 开始他真正的科研生涯 1983年 我45岁 5月4号 我从北京全家办到广州 就是找一条 学习跟研究的道理 回到我们这个学校 我那个学校毕业了 华南理工大学 这个回到第三天 就这边 第三天当时我的老院长 我上院的院长 他就说 现在有个申请科学馆 一个工程交标 就是竞赛 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 我的家还没办好 那时候回来都是火车拓运 那行李都没到 就去交代所里面 我听了一下 第一句反应就说 机会来了 我就怎么机会来了 然后我再跟我副家 两个一合作 干了21天 最后一天干了通宵 做出这个竞赛的方案出来 你知道这样 根据他一早就做 我坐车去深圳 他是深圳的 深圳的水管 中午都在深圳 深圳的速度很快 上午就平了 往前通知我中标了 哇呀 这我最人生的一次 打赏第一炮 这第一炮 是何敬堂在建筑行业的起点 为了抢回丢掉的时间 他为自己设定了 做工程的三道位 第一我必须把每一个工程 样样真正做 不要硬直地做 也不是为了挣钱 就做这个精品 第二我要使得这个工程 来变成一个优秀学技 直接地做 能够得奖 第三我通过这个工程做 我就要提醒 总结 研究 写数数论文 何敬堂为自己确定工作准则 他也是这么遵守的 他用了十一年时间 成为全国设计大师 十五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并多次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 这一件就少先必须要学会作业 学会下一个人不是那么顺当的 明运都说 不顺当全是严生 何敬堂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 还和他五十四岁历年的一次选择有关 我夫人是娃乔 我夫人是讲 那个富贝全是美国 因为他是台山人 台山都是朝乡 因为他们去北京 就申请我们全家移民 八二年都已经申请我们了 八三年我们就回到这里了 也不管这个时间的干活 结果九月年通知 排队到了 你们全家都美国移民了 包括我的这里 当时何敬堂已经是 华南体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副院长 他的事业正处在上升期 虽然出国后 他可能有更轻松富裕的生活 但是选择面前 他放弃了出国 我可以发挥我的专业 尊重美国没办法发挥 我这个还可以反复 我其实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做心爱的工作 还可以有一大批学生 非常值得吧 放弃安逸的生活 孜孜不倦的工作 才是何敬堂的人生追求 当他61岁 功成名就的时候 何敬堂又做了人生的第三个选择 我1999年到了工程院院士 好多人就以为是多了 很高了是吧 这个一个 就是这个光飞的点 但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也做出决定 重新起步 我就马上研究 我们新的少园规划 我们搞了差不多200个 因为我那个折战大学 武汉大学 重庆大学 那个南京的一大批大学 上海大学 现在最近搞的是澳门大学 这个是义夫圆文馆 这是我跟我的团队主持写起的 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这是现代领南建筑作品 它是得了国家最高奖 你看这个建筑非常玲瓏通透 另外它也做了很多 阶阳隔热 通风的处理 主要是你第一趟环某的要求 何敬堂从45岁开始 就不断地在做人生的选择题 经过慎重考虑后 他每一次的选择 都离他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有一个学生 他跟我女儿 他跟我女儿说 你爸爸 你爸爸可以把敌人都变成朋友 听到什么反应 但是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真是常常没有坏心对人 他这一点子很好 他对看一个人呢 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看 何敬堂今年虽然已经75岁了 但他每天人会与大批学生 讨论新项目的设计方案 如今他的另一个目标 就是要将他的毕生所学 全部传授给他的学生们 为中国培养出更多的建筑人才 在记者即将结束采访时 何敬堂告诉我们 他每年过生日的时候 是最热闹的 上百个学生都会回来看他 那也是他一年当中最幸福的时刻 好 华人世界我们的家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